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指上帝故意要刚硬法老的心 而是法老一直不肯回心转意 上帝就只好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了 意思是不是很不一样呢 也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可以从这张经文中挖掘到什么宝藏吧 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七章 《出埃及记》第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凡我所吩咐你的 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歧视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 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 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 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摩西 亚伦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 他们就照样行了 摩西 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八十岁 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小遇摩西 亚伦说 法老若对你们说 你们行见其事吧 你就吩咐亚伦说 把杖丢在法老面前 使杖变作蛇 摩西 亚伦进去见法老 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 杖就变作蛇 于是法老照了博士和术士来 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 杖就变作蛇 但亚伦的杖 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从摩西 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心里固执 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 他出来往水边去 你要往河边迎接他 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打发我来见你 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在旷野侍奉我 到如今 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 击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作血 因此 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里的鱼必死 河也要腥臭 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杖 生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就是在他们的江 河 池 糖以上 叫水都变作血 在埃及遍地 无论在木器中 石器中 都必有血 摩西 亚伦 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亚伦在法老和陈仆眼前 举仗几打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 都变作血了 河里的鱼死了 河也腥臭了 埃及人 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 埃及遍地 都有了血 埃及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 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进宫 也不把这事 放在心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 两边挖地 要得水喝 因为他们不能喝 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几打河以后 满了七天 感谢神 法老的作为 对我们是很大的提醒 其实神 常常用各样的方式 带领我们 走正确的路 但我们偶尔 还是会很固执地 想照自己的方式 也不小心 就越走越偏 鼓励你 把心软下来 让神的话语 能进到你的心里 而你的身边 或许有一些朋友 也正处在 刚硬的状态 就让我们 常常为他们祷告 求神帮助每一个人 把心里的土都松开 我们一起来大哥 亲爱的学书 我不要再照自己的意思 以意孤行 求你松开我心里的刚硬 让我有一颗柔软的心 可以时时听见 你对我的保护和提醒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顺名祈求 祝福你 每次读圣经 都能够把心柔软下来 听见主 对你温柔的提醒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